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刚到门口 金发妹就手剑地偷偷拿走鬼屋中的金牌 到了屋内 大兄妹好奇地揭开了带有雪字的白布 一个纯金打造的小女孩出现在她们面前 看着异常的诡异 几人也没有多想就离开了 然后各自回屋休息 第二天 小金人突然自主地产生了生命 三人这时听到了碎玻璃的声音 结果发现了隔壁老王和男护工 悟空解释老王有痴呆症就离开了 几人没有多想就各自出来嗨 三人来到一家酒吧 短发哥看上了长发妹 上来就各种约 正巧他们也是三人 于是大兄妹怂恿一起玩玩 话说这酒还真不是什么好东西 喝多了就容易出事 于是几人喝完酒来到了妹子们住的别墅里 在别墅里继续嗨了起来 第二天 三人迷迷糊糊的醒来 相互说着昨晚做的噩梦 彼此都梦见杀死了自己的男伴 一切都那么的真实 一说到男伴他们都懵了 难道办完事就提裤子走了人 三人四处寻找 不仅人没了 各自的首饰也都不见了 最重要的是 那个小金人也消失了 这可是纯金的 那得赔多少钱 于是他们给学校打电话 说家里被盗 小金人也消失了 然而学校却说 根本没有小金人 于是金发妹决定 为了以防万一 还是买一个放在家里 几人转了一圈 根本就没有卖的 出门便看见一个小女孩 让他们跟着自己走 小女孩在前面领路 三人跟随在后 他们来到了一个破旧的屋子前 这里住着一个女屋 进屋之后 直接就询问小金人的事情 照着小女孩的比较之后 女屋开始发起飙来 她告诉其人 把你们带来的小女孩就是小金人 这个小女孩是一个苦玛丽 是受过苦难的孩子做成的 并且告诉大兄妹 是你揭开的面纱 小金人便跟定你了 于是给了几人一些护身符 保护他们 金发妹却不以为然 直接扔掉了护身符 就在当天晚上 三人又经历了诡异的事情 金发妹在床上听歌的时候 衣柜门自己就开了 小金人开始吓唬起了没有护身符的金发妹 接着便是偷偷吓唬起了正在洗澡的长发妹 就在长发妹再一次被吓傻时 金发妹却从被窝里发现了无处不在的小金人 长发妹想搬离这里 大兄妹却说这肯定跟女巫有关 第二天 三人决定去找女巫问个清楚 结果并没有找到女巫的人影 回到家 再次遇见了隔壁老王 老王手里还拿着金发妹之前偷来的金牌 并且斥责他们不该偷东西 看来老王果然知道这个房子的事情 通过故宫的翻译 他们知道了小金人的真相 那是一个凄惨的故事 当时隔壁住着一个三口之家 牛与妻子好不容易怀了一个男孩 却因为得了重病 母子垂危 于是丈夫找到了女巫 希望保住妻儿的性命 然而女巫提出一个一命换一命的方法 经过了一番挣扎 丈夫决定用女儿的命灌回妻子和儿子 于是找到了老王帮忙 随后向丈夫一阵虐待后 并将鲜血淋满了女儿的全身 然后用金箔层层包裹做成了小金人 从而保全妻儿的性命 可惜妻子却上吊自杀了 由于仪式没有彻底完成 女巫怕小女孩报复 于是做了一个金牌 藏在了房子外面的鬼屋 现在把金牌给你们 希望你们能度过难关 金发妹却觉得 最有应得的是你 我们不需要你的帮助 然后就烧掉了金牌 没了金牌的护身 金人直接上了男护的身 自杀死在了老王面前 当金发妹三人听到声音赶到的时候 看到老王手里的道 争执中发生了意外 老王被误伤 当场死亡 惊慌的长发妹和大兄妹 赶紧收拾行李准备走人 然而却听到了金发妹的惨叫声 他们来到了地下室 这一下来直接吓了一跳 原来之前的三个男人 真的被他们杀死了 此时的金发妹 因为没有护身符 被小金人辅了身 借助了肉身 残忍的杀了长发妹和大兄妹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 好奇心害死的不仅是猫 还有无知的脑袋 异地旅游 不经大脑的大方厥词 和熟见的行为 只会招来不必要的麻烦 好了 小飞最后重申一次 这部电影的名字叫 邪恶国度 喜欢这部电影的小伙伴 可以私信我呀 温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